这位母亲讲到儿子生前的最后讯息 眼眶泛泪不时哽咽 因为他的儿子为了保护未婚妻 扑向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公寓里丢的手榴弹身亡 而未婚妻在他遗体后面躲藏好几个小时 才幸运火了下来 今年21岁的加拿大男子和未婚妻生活在以色列南部 距离加萨边界只有几公里远 原来当时哈马斯扎开公寓门 向里面丢手榴弹 到了第三枚时 男子扑向手榴弹遭到哈马斯开枪攻击 而也有一名54岁的美国籍男子被哈马斯绑架 手机只有这两个短短的讯息 接着就再也没了音讯 手机的背景还放着家人的照片 看了让人相当不舍 这名年仅17岁的少女 同样也是被绑架的人质之一 原本17岁的奈特利传讯息表示她跟妈妈将自己反锁在民宿房间里 正等待以色列军队来救人 但哈马斯还是打破窗户 以枪将人掳走 至今依旧下落不明 交集的家属现在只想知道被绑亲人的下落 赶紧让他们能平安归来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